就是有些人生了一斗斗 很嚴重 你問雞雞就最清楚了 雞雞就是幫人收拾了幾多人多 人家屌生子 雞雞收拾了一斗斗斗 雞雞就是負責 就是人家又不讓自己的狗去絕育 生了一斗斗的時候 就找一些人去領養 這個就是在搞了雞雞 雞雞賺的錢其實他不讓是 益他自己的 就是雞雞很節衣縮食 各方面的東西 將他賺到回來的錢 其實他買了很多的狗糧 或者是支持一些助救流量犬 就是我經常都說 雞雞是藍花戲裡面 最有人性的一個 就是不說聲 不說巴紙幣 不說話 但是密密監管做事 就是我看他的私人行為 不說聲 但是你看到他永遠就去幫助流浪狗 幫助弱勢 就是他是最正常的 就是最正常的那個 就是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人問我 喂 為什麼 你經常見到你 雞雞也不肯是說聲 但是你也找他做節目 那樣 第一當然有飲食的東西 大為公訴 那就是雞雞餵牢的食餐好一點 就是可以借工作於飲食 或者飲食於工作 第二樣就是你給他一些操剪 其實他也是用一些操剪去幫助救一些小動物 所以 所以 在這一方面 就是大家可能會不會知道 以為雞雞不會出聲 或者怎樣都好 雞雞是一個非常之有愛心的人 在這一方面 我在他身上 學論到很多東西 就是見到他 有時候會尊重生命 早上帶狗去上山 幫那些貓貓去找下一鬥的屋主 上山去見到那些小鳥 去監察著他 就是讓那些小鳥沒有被人擔心了他 就是 就是好像八年教裡面那個獸魔那樣 好想和動物可以溝通得到 還有你見到他對動物的生命的尊重 很值得大家尊重他的 就是 還有你見到他 就是他自己賺點錢 就是其實去幫助動物 這個無私的心 不是很多人會明白 可以得到 OK 先喝一口水 雞雞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沒有行防 有沒有按鐘 但是雞雞應該還沒結婚 你想和雞雞去茶餐廳 認識認識 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男性還是女性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雞雞是喜歡女人的 如果你是男人 你想混雞雞就死了一條心 雞雞不是叔叔 大家放心 OK 大家有時候 有些動物的東西 知識常識 你想找雞雞幫忙 請教他 你也可以PM他 問他意見 我相信他一定很樂意 會幫大家 OK 好